農曆正月十五就是元宵寺 传统上一家大小 就会去想花灯、猜灯迷和食汤圆 而有拍拖的情侣就会约一起去彩灯会 今年我都家人有约 一早就约好去黄大仙过元宵了 黄大仙区议会联同当区文政事务处 在2月23号至25号 举办了十八区日夜都彬分 知黄大仙元宵灯分落市集 现场布置了彩灯、手工艺品摊档 美食区还有传统艺术表演和工作坊 让大家由日头玩到晚上 这里有什么摊档是很有特色或难忘的呢 也有很多啊 很久没试过这么多摊档 也有很多人啊 今天有很多小朋友 我刚才吃了一些很甜的士多啤梨 冰糖葫芦那种 你买了些什么啊 这个什么啊 气球 你希望多些这些活动啊 希望啊 都会支持的 如果政府可以多些这些活动 最好的是带小朋友出去走走走 你们今天摊档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们摊档主要是帮小朋友画彩莓的 主力是买水晶的 也有些鲜香和一些盛木的产品 好像香港比较少这些地方做一些市集 其实大家这样聚在一起都挺开心的 那今天的生意和你觉得气氛是怎样的呢 今天的气氛很热烈啊 我看到无论是我这档的生意额啊 还是周围的人流都很好啊 这次的活动呢 可以怎样突显到黄大仙地区和传统文化特色呢 这次的活动呢 其实大家都会留意到呢 我们在黄大仙庙宇广场那里举行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位置其实非常特别 因为其实我们正正是背靠我们的狮子山 还有我们是面向着黄大仙志的 所以其实在地理位置方面已经很有特色了 市集里面有什么内容适合不同人士参与呢 我们有80个摊位当中有购货的 有购货的一些很精致的手工艺品 很多都是一些手作的制品来的 有很受欢迎的一些熟悉的摊位 同时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儿童天地 那在儿童天地里面呢 有很多东西玩很多东西吃的 可以免费吃泡谷啦 有棉花糖啦 也都有一些呢 很有特色 有我们黄大仙 我们那个吉祥物 狮子仔的一些很好吃的车轮饼供应 还可以免费呢 拿到我们有一些的赠品 那这个赠品呢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环保袋 每一只狮子仔呢 其实都是由我们本区的幼稚园 中学小学每一位学生呢 他们参与当中呢 每一只设计呢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呢 就是送给我们的大朋友 和我们的小朋友 你期望透过今次的活动呢 可以有些什么的效果呢 那我们很开心收了很好的反应 那很多市民走过呢就说 黄大仙呢 很久呢 过年呢 没有那么欢乐啦 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很希望呢 藉着这个活动呢 除了带欢乐给我们黄大仙居民之外呢 是令到区外的人士呢 都会来我们黄大仙 更加了解我们这个区的 这次的元宵市集呢 是十八区日夜都奔分活动的 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亦都是第七届黄大仙区议会 和黄大仙民政事务处 为首举办的首个大型主题活动 希望呢 是和我们广大的市民一起庆祝元宵佳节 同时呢 亦都是为大家呢 提供一个欣赏灯饰 购物 和享受美食和娱乐的好去处 我们都希望呢 藉着这个节兴的庆祝活动 又可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游客 前来黄大仙游览参观 带动我们本区的经济 为了配合今次的活动 识识园黄大仙池 亦都举办了元宵节的晚会 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十点 让一众人可以走完市集之后 再来这里走完元宵节的晚会 一起欢道佳节 我们为了配合了黄大仙区 这个市集和大家这么高兴 我们识识完了 今晚呢 特别开放到晚上十点钟 非常之热烈 而且爆满了人 我们现在觉得水舍不通 所有的市民都很拥护 但是我亦都希望他们了解 到我们中国的文化 墙内里面我们亦都开放了 我们后花园是猜灯米 猜灯米很多人猜中很开心 我们也有奖品给他们的 所以希望有些文化界的人 来试一下猜灯米了 除了之外呢 也都在我们现在的建筑物的广场里面 叫凤鸣楼 在里面呢 我们会制作了很多教一些小朋友 做灯笼仔啊 做那些手作的东西 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 元宵的文化呢 是显示了我们的庆典 大家今晚呢 都玩得很尽兴 这么开心的活动呢 当然是不要让他们停了 未来三月份 十八区日夜都纷纷活动呢 继续一个接一个 在元朗 深水埗 荔枝国 和南区呢 都会有不同的活动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